Hello,大家好,我又回来了,还穿着睡衣 这个主要是有一个比较新的消息突然看到了 比较兴奋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杭州呢解封了 那么全国也解封了,北京应该也是解封了 就是放开了 所以说你是不是有点慢卷师叔喜悦狂的感觉啊 那你就得到医院查查,看你有没有似的哥尔摩综合症啊 这个很多领导,这个大人物碰到关键的时候 不都穿着睡衣出来吗 所以不要讲究我的睡衣啊 杭州啊,这个有个网友呢发了个帖子 他说刚刚啊,我可能经历了未来要写进历史的这么一个时刻 黄马出火车站核验信息,排着排着 突然一时个声音宣布,不用核验了 所有人全部可以离开,直接同行 大家都不可置信的,一遍一遍的确认 真的吗,真的吗,我真能走吗 全部可以走了,黄马也可以走了 于是大家轰一声,全跑了 那是自由的脚步 那当然这个帖子呢,他把这个名字都隐藏了 我们不知道这位网友是谁 但确实是个好消息 至于他是不是阶段性的放开 我们还不好确定 北京也有消息 北京的工厂呢,生产性的工厂啊 原来在自我管理这些封闭的管理的工厂 工人都在工厂生活的这个也都放开了 可以自由的出行了 其他各地呢,也有类似的 前两天就有把核酸亭子叼走的 也有说呢,有牌子说非必要不做核酸 你要做核酸,请出示什么什么证明 我再给你做等等 这个事情出来哪呢? 看起来呢,是和之前我们讲的这个核子核酸啊 或者其他的这个核酸造假 这是一个关系 第二个事是什么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事件 这个老百姓憋得太厉害了 什么叫冥灭啊? 这就是可能要冥灭的前奏 所以呢,他要有个解压法 所以这一次放开 是不是解压法给你拔掉了 锅盖还没解开 未可知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就这个老江的这个over 那么他的over呢 按道理说这个over不应该大赦天下 是吧,应该是新皇登基大赦天下 不管怎么说呢 14亿人被大赦了 14亿人被大赦了 14亿人里边,鸡小村人家早就大赦了 现在是大赦14亿人 就这么个情况 我个人感觉 后边放开之后再收紧就难了 很多人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策略性的政策 还要再封得更严 现在问题是 封得严和封得松 核心的那些数据你掌握不住 比如现在这个核酸啊 就石压中啊 其他那地方核酸 全都是假的 都至少少一个零 少两个零 一报报什么三百五百的 都三千五千几万的往上涨了 所以将来 就算出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 别的数字 你哪知道真和假呀 那还不是他们在说吗 所以现在呢 看起来放开是上头的意思 不再是 就石压庄呢 好像这么当了一次出头鸟 又收回来 现在又要放开了 哎 所以呢 石压庄的市委市长 虽然换了 但是并没有撤职 并没有撤职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趋势是有的 各个地方呢 都要放开 而你一旦要上边说要放开 你下边谁放开的慢 那就是不忠诚 对吧 总归来说呢 明天啊 很多股票都会有异常波动 异常波动 那当然了 也希望啊 大家那个 因为这次寒潮啊 来的比较猛 很多南方地区还在低温中 啊 北方当然更冷了 不管放不开 放不开 不管是否放开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三年 大家小心翼翼的让自己不感冒 实际上感冒是有助于我们防 这个免疫力提高的 这么三年时间 说实话 我都没感冒过几次 你这么一来一冷一热 然后再一不小心 你可真感冒了 这个新冠感冒 不一定比流行性感冒更厉害 所以呢 你如果感冒了 身体也会很难受 很多别的病也会出来 总归来说呢 小心 无大错 要提防感冒啊 新冠就是那么回事了 那好的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 呃 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您关注留言 点赞和转发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